黃衣男子手裡拿著安全帽 口中念念有詞 人不斷往後退 因為黑衣男子持續朝他逼近 仔細一看 黑衣男子手裡拿著一把刀 朝著外送員逼近 儘管外送員不斷呵斥 黑衣男子還是往他身上 刺了一刀 有一個伯伯 用刀給他掏 為什麼 那個伯伯是什麼的 我不知道 他講 有很多學 好像是好熊貓的 結果他的摩托車倒在 就是路邊 但現在摸出來在那邊 像你們在跑這樣外面 其實會遇到一些 蠻危險的案 也不會啦 自己要小心 是發現場地上還是血跡斑斑 十二號晚上六點半 方信外送員騎機車 經過十字路口時 遇到正要從旁邊巷子 騎出來的消信騎士 當下兩人疑似都沒有減速 爆發衝突 消信男子破口大罵 對方沒有減速 兩人當街爆發口角 外送員拿出安全帽反擊 消信男子則是拿出水果刀 外送員大腿被划傷 當場血流儒住 緊急送鷹開刀 索性沒有生命危險 行修的男子騎的是 四輪電鬥輔助車 特徵相當明顯 警方調閱監視器 四個小時就循現把人逮捕 因為行錯糾紛 當街砍人 相信男子等要為衝動的行為 付出代價 靜新聞 阮永奇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 熱情文 透過 運用聲張